晚年出家南陈后主陈淑宝皇后沈乌华 沈乌华的母亲为陈武帝陈霸仙之女慧姬母公主 父亲是一同三四望蔡真献猴沈军领 可惜沈氏的母亲年纪轻轻就病死了 那时沈氏年龄尚小 而悲伤却过于成人 陈宣帝太监三年571 沈氏成为皇太子陈淑宝的妃子 淑宝即位是为后主 沈氏被立为皇后 在后主做太子的时候 沈后的父亲沈君李去世了 沈后扶桑期间与后主分居 后主是个花花公子 性情放荡 难耐寂寞 便与沈后逐渐疏远 张贵妃承虚而入 身的后主宠幸 后宫之正并归张贵妃 沈后却淡然处之 毫无怨言 沈后生活很简朴 从来不穿锦绣衣服 左右近时才百余人 天天埋头于阅览经时 迎诵佛经 沈后对后主的沉溺声色 和荒废证悟 忧心如焚 多次上书劝谏 反而使后主大怒 打算废掉沈后 立张贵妃为皇后 而这些还没有来得及做 就亡国了 沈王后 沈氏与后主 被随军掳往长安 随扬帝对沈后的财学很赏识 每次出外寻衅 军命他随行 杨帝被宇文化级杀死后 沈后从广陵过江还乡 在毗邻天晋寺出家维尼 法明观音 贞观初年去世 杨帝被宇文化级杀死后